大家好,这里是宅福姐媒社,我是糖果 今天推荐一部吸血鬼漫画 被捡到的吸血鬼的瑟瑟研究 讲述了小公捡了只吸血鬼 将他身体从内到外研究了一番的故事 为了逃脱地控兄长的掌控 吸血鬼阿尔玛只身逃到人间 虽然吸血鬼在人间生活要克服种种的困难 但阿尔玛觉得很自在快乐 可惜好久不长 他上班的公司老板跑路了 租的公寓因为即将拆掉 他也被赶了出来 走投无路的阿尔玛来到公园 肚子饿得一个劲咕咕叫 水上的钱根本不够买血带喝 阿尔玛想着干脆去吸血人血吧 但想起家族的长辈的警告 还没长大就吸血人血的话 会发生不好的事哦 阿尔玛只好痛苦地忍耐着 这时他面前经过一个人类 阿尔玛已经饿到失去理智了 他冲上去咬住那人的脖子 接着被晕倒了 阿尔玛在陌生的房间醒来 他感觉浑身躁热无力 还发现自己双手被靠住了 眼前坐着一个陌生男子 自我介绍说他叫南方 被阿尔玛咬了后 便将殷居的阿尔玛带回了家 南方指出了阿尔玛吸血鬼的身份 他非但不觉得害怕 竟表现出十分兴奋的样子 表示要研究一下这个心有物种 说完后 他在阿尔玛身上多摸摸吸摸摸 阿尔玛被摸得满脸通红 敏感的身体有了奇怪的反应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体变得兴奋 就是吸食人血之后的副作用 阿尔玛泪眼迷茫地恳求南方将手铐打开 南方觉得更加有意思了 他想逗一逗这个可怜的小吸血鬼 并用手安抚着他难受的地方 意识模糊下的阿尔玛 此刻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 红着脸让南方做后面的动作 南方惊讶于他的直白 却也忍不住照做了 几个小时后 阿尔玛清醒过来了 他清晰地记得刚才所发生的事 自己不仅是无家可归的Losa 还和陌生人嗯啊啊了 啊 真的可以去死了 南方恰好听见他的碎碎念 对阿尔玛说 那来他家住一辈子吧 在他家不愁吃穿 还有心水挠 仔细让他研究吸血鬼生态 况且阿尔玛也想了解 自己的特殊体质 听到这儿阿尔玛心动了 他决定先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这时南方凑近继续说道 我蛮喜欢你的 你就做我的实验体系恋人好了 什么恋人 阿尔玛听完瞬间羞红了脸 统计生活正式开始了 但阿尔玛并不觉得好过 他双手依旧被靠住 被逼着做各种奇怪的检测 还得面对会被解剖的风险 南方对阿尔玛吸了血 会兴奋这一点产生极大的兴趣 他疑惑 所有的吸血鬼都会如此吗 阿尔玛说他也不清楚 毕竟自己是吸血鬼中最弱小的一个 正是如此 他的哥哥才会极度保护他 南方听后 轻拍着阿尔玛的脑袋说道 很辛苦呢 一瞬间 阿尔玛被南方的温柔 搞得小鹿乱状的 已经好久没进食了 阿尔玛的肚子咕噜噜的叫 南方毫不犹豫的伸出手 表示可以让阿尔玛吸他血 一想到吸血后的副作用 阿尔玛拒绝了 没想到南方竟要破手指 递到他面前 咸血甜美的味道诱惑着阿尔玛张嘴水吸 一阵饱腹后 他身体又开始兴奋了 南方解开阿尔玛的手铐 在他耳边滴雨 引到阿尔玛操作他的身体 不可否认的是 阿尔玛已经开始享受这种状态了 结束后 南方贴心的蹲上了一盘黑暗料理 希望能让阿尔玛补充点能量 看着这一盘颜色诡异的食物 阿尔玛认命的说 还是让他去做饭吧 南方很快开了门 爽快到让他不敢相信 唉 小阿尔玛还是太年轻了 厨房play可是盖皮里最常用的剧情啊 这不 穿着微裙的阿尔玛化身为最美味的食物 被南方按在桌上大快读一了一发 而在另一边 阿尔玛的哥哥也来到了人间 发誓要找回他亲爱的弟弟 在南方家生活 阿尔玛觉得自己好像新婚妻子 早早将丈夫送去上班 丈夫出门前会亲他一口 让他在家乖乖等自己 然后阿尔玛就会开心一整天 说是屋子也更加有干劲了 他开始想理清对南方的感情 这时电视里讲到了斯德哥尔摩症 受害者在危险情况中 会对监禁自己的犯人产生感情 这妥妥的讲的就是自己啊 阿尔玛着急的想要逃跑 不让自己深陷于这扭曲的情感中 但当手搭到门板上时 他回忆起南方的吻 发现自己竟然舍不得离开了 正当他决定继续留下时 门被推开了 阿尔玛的哥哥出现了 哥哥眼眸亮晶晶的对阿尔玛说 跟我回家吧 话音未落就被弟弟锁在门外 阿尔玛扑倒在沙发上 哭着想哥哥为什么会找上门 没一会儿南方也回家了 他对阿尔玛说 你有客人哦 接着哥哥就从他身后冒出来了 阿尔玛瞬间崩溃 激动的哥哥想给弟弟大大的拥抱 却被嫌弃的躲开了 哥哥难过的哭诉说 为了找阿尔玛 他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 这次一定要带阿尔玛回家 在一旁的南方开口了 哥哥吸了血 也会变得瑟瑟的吗 还是只有阿尔玛会这样 哥哥很快抓住了重点 自家弟弟瑟瑟的样子 竟然被人看到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抓着弟弟问 是不是和南方做了啥 阿尔玛当然是极力否认 接着他赶紧转移话题 问哥哥 为什么只有他会这样 哥哥沉思片刻后导出真相 因为阿尔玛的母亲 是个超级淫乱的女人 他把这种性格遗传给阿尔玛了 吸了吸的阿尔玛会像喝醉酒一样 露出最真实的本性 阿尔玛听完后瞬间惊呆 这也太扯了吧 一团解开了 阿尔玛觉得没有理由 继续待在南方家里 回想起和南方生活的点滴 真是短暂又快乐的时光 他眼睛擒着泪 任由哥哥将他带走 南方或许看出了他的不舍 又或许是他不想阿尔玛离开 他拉着阿尔玛挽留了他 但是身为地控的哥哥怎会罢休 他冷脸和南方对峙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南方猛地掏出一瓶送墨喷雾 将哥哥击晕后 便将他无情地扔到一旁 解决完哥哥 就得解决另一个问题了 南方早已意识到 他喜欢上了单纯可爱的阿尔玛 想以恋人的身份和他相处 而他也知道阿尔玛喜欢他 害羞的阿尔玛来不及反驳 南方以吻封住了他的嘴 他在阿尔玛身上细细亲吻着 点燃了阿尔玛体内的火 却又装作无辜的样子 逼得阿尔玛说出了他的欲求 欣慰的南方满足了他的小吸血鬼 第二天 由于阿尔玛的强烈抗议 哥哥要带走他的计划指的作罢 他在南方家隔壁租了房子 打算做一个称职的电灯泡 看着哥哥昏托的样子 阿尔玛也是很无语 这时南方对阿尔玛说 对于他的告白 可以想好后再给他答复 看着南方温柔的笑颜 阿尔玛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 过了几天 南方似乎受够了阿尔玛的沉默 他开始变得不耐烦 重新靠住了阿尔玛 他将阿尔玛推倒在床 居高临下的对他说 在阿尔玛回答他之前 是不会让他逃走的 这种捆绑play 似乎让阿尔玛兴奋了起来 他呼吸变得急促 引得南方上肩亲吻 南方一边对阿尔玛告白 一边做着运动 阿尔玛被刺激的睁大了眼 突然看到 南方穿戴整齐的站在他面前 而他的双手也没有手铐的痕迹 意识到自己做了一场色色的梦 阿尔玛羞死了 难道是最近欲求不满了 正当他胡思烂小时 南方突然脱掉了他的衣服 阿尔玛激动的想 天哪 梦想要召集现实了 可南方却只给他换了剑盒服 说要带他参加祭典 他们走出门外 因为祭典的原因 大街小巷变得灯火通明 阿尔玛被这热闹的场景吸引住了 心情也不由的轻松了起来 看见阿尔玛神采飞扬的样子 南方也很开心 他带着阿尔玛逛遍了所有摊子 阿尔玛觉得既累又过瘾 这时天下起了毛毛雨 南方牵着他到一个荒置的屋子躲雨 这是两人难得的独处时光 阿尔玛终于说出了心声 他一点都不了解南方 所以才说不出喜欢的话 南方开始讲了关于自己的故事 将最真实的自己展露出来 他的真诚打动了阿尔玛 阿尔玛也终于承认 他是喜欢南方的 这并不是斯德哥尔摩的原因 而是真心实意的喜欢 雨水将他们与外界隔开 在这个只有他们俩的小小世界里 南方亲吻着阿尔玛 接着温柔的占有了他 而阿尔玛也用身体回应着他 从此他们是属于彼此的 而这场雨便是最好的见证者 这就是漫画的全部内容啦 小伙伴们是不是还没看过影呢 请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精彩的漫画哦 再见